为了迎接纳可露露的新皮肤 最近我可是枯练数码 感觉自己已经完完全全的掌握纳可露露的打法了 所以我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总之像我这么稳重的人 一般都是先稳妥发育到市集 然后就可以出其不意的利用大招 拿下一血 请注意我刚刚停顿了一下 其实是想将人头烂给队友的 我实在是看到貂蝉走了 我才收下的 这真的不是在抢人头 你看这波意识如此 唐洛江子雅想要这个人头 他一定是回忆技能的 而不是这样跑过来的 很明显队友都非常的泥浪 团队的氛围也是异常的龙洽 大家注意看这个小地图 雕巢异常的凶猛 企图一打四 此时此刻我若是上前营救 怕是会伤了雕巢的自作心 就像有的人 他宁可诈尸 也不愿失了面子 所以高端局只有理解队友 懂队友 团队才能龙洽 舒服 学壮 至于这个纳可露露的玩法 其实非常的简单 由于命中杯技能标记好的目标 可以造成额外的伤害 所以纳可露露的一般一套完整的施法顺序是 3-1-2-1 期间还能再平A两下 这样一套下来 基本却比一套两 半漏两套 全漏告辞 那其实因为一开始 队友的力量 这就发育的也是相当的 所以导致目前的局面相当的惨烈 被我逮招一个杀一个 完全没有活路 这也是纳可露露最恐怖的地方 一旦顺风 那将无人可打 那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尽早把明刀做出来 基本上第四件就可以出了 来看我秒这个达摩 大家注意看细节 由于达摩是霸佬 所以我们先来一套 一二技能消耗一波 接着开打拉开距离 等待CD刷新 回头再来一套 哎哟 这小子也有明刀 问题不大 我也有 哎死不了 二技能突进回血 好的 那么这个真机 又要留下了 那么像打鱼姬这种 可以免疫物理伤害的 没有明刀和复活甲的情况下 行 那就得拼大人气了 在他使用二技能这期间 要耐得住寂寞 一定要精准把握好 预计二技能的免疫时间 接着回头就是一套打 高手对决 胜负毫秒之间 比拼的 就是心态 那么这接下来的击杀圣影 你们觉得我的纳可露露 可以出师了吗 好 OK 好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Double kill